那就一点 然后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玩 我要在学厅你要换什么东西 在夜市玩娱乐型的百家乐 拼运气就能换奖励 老板一边发牌 一边说明游戏规则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压这里 然后我两张 比如说插一下方便宜就行了 怎么定输赢 计分方式又是如何 通通都得讲清楚 但就差了一局多少钱 没有直说 也让一名旅居国外的灵性女子 不满控诉 是临夜市游戏摊 利用模糊空间 欺骗观光客 老板也没有特别的讲 然后就引导说 玩一次就是100了 然后他想说 还蛮便宜的 就是正常价格 拿了很多筹码 没想到那个筹码 一个就要100 灵性女子说游戏开始前 有询问收费方式 摊商表示不论输赢 一局100元 随后拿出一叠筹码 没想到完了九局以后 准备结账 摊商突然改口 一个筹码收费100元 玩10分钟1900两个娃娃 就这样含糊齐齿的带过去 我就觉得很 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子 坑杀观光客 对于消费者的指控 业者强调都有和顾客讲清楚 当下也已营货两切 反控对方是不实指控 后续小保官也将借入调查 基本上要看当时双方之间的一个约定 跟店家的广告的内容是什么 店家这边没有办法取证的话 但我们会认为说 在实际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标识上面 能够清楚地跟消费者做揭示 店家看板上清楚写着 牛牛推桶子吹牛等游戏 一局通通100元 但百家乐收费方式 却没有标识清楚 也难怪这回引发争议 连带影响视灵夜市形象 现在就有网易轩来信息 陈昭文台北采访报导 弹珠机叮叮咚咚咚 是不少人逛夜市最爱玩的游戏之一 能不能中大奖 全凭运气 另外受欢迎的 还有这一款巨型扭蛋机 一打开就能知道奖项是什么 近期也在夜市逐渐变航 顺光它有音乐 再来的话就是它打完之后 有奖品可以拿 中奖的时候弹珠掉很多 然后旁边的游戏 旁边的目光 游戏奖品白百种 实际到批发场观察 每版玩具12个120元 游戏卡牌124包360元 柔毛娃娃静默公仔 则落在350到550元 跟夜市游戏一局100元做对比 可见中间利润相当大 小东西这些成本就比较低 可能你玩50块 它送给你的玩具 可能就只有不到10块钱 那如果是大人玩的 那就不一样了 有可能你花了100块 是什么都没有的 以台北市的观光夜市 租三格摊位为例子 每天租金1800元 电费约800元上下 中国游戏机每台1000块 一局游戏定价100元 送出去的玩具奖励约是20元 算一算游戏摊位平均百一次摊 可以赚5000到1万元 百货公司你可能没有花个几千块 你可能走不出来 随便一个玩具可能都要破千 花个50块100块 那小朋友就会玩得很开心 而且还会有小礼物可以拿 家长不会花那么多的钱 它可以带到同样的效果 虽然游戏摊不是夜市主力 但是和小吃店或是服饰摊位 相比获利空间差很多 却也把握寒暑假淡忘记 赚来的全都是辛苦钱 下期视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